身为黄皮肤的中国人,天生对半情有独钟,一白遮白丑,皮肤白皙的女人,在穿衣打扮上有着天生的优势,似乎她什么都好看,但对于皮肤暗黄的女生来说,总是为怎么穿衣能写外而烦恼,而在种种穿衣简半的方法中, 也有很多误区,其中有三种据说能显白的颜色,其实不并不显白不说,一不小心,还会显得更黑,误区一,黑色一定能显白以黑称白,是很多人支持黑色显白的理由,黑色的确能称白,但也只是对白鸡妹子来说,大面积的黑色显得全满压抑,特别是纯黑色的衣服,如果穿不好,往往给人黑上浇黑的感觉, 显得没有气色,反而更加暗淡无光了,但如果能给黑色的衣服,加上一些亮色的点缀,去出沉闷感,黑色的显霸效果就出来了, 黑色的连衣裙它配白色的尖领,优雅迷人的蝴蝶结装饰点缀,展现出知性概念的OL方,更衬脱皮肤白系,加上独特的修身版型,举手投足之间竟显示足女人们, 误区二,白色一定能显白白色能提升女人的气色,从而显得人有神,就会显得白,这是很多人支持白色能显白的理由,但作为和黑色相反的颜色,过白的衣服, 当然也会反称出你的嗨,所以还是要尽量避免全白,亮白的衣服,一些活泼的米白色,就能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, 米白色的毛衣,更有色彩的跳跃感,营造漫不经形的性感气息,看,上去更加的随心舒适,柔软的毛衣面料,很适合初秋穿, 误区三,坨色百搭很显白坨色,是一种经典百搭的色彩,很多人说它能显摆,但是时尚坨色也是个不易留神就显黑的颜色, 要想显摆,那一定要选对亮度和深浅,偏黑皮肤的妹子,要选择亮度较高,颜色较浅的坨色,同为大地色系的焦糖色, 非常显摆,血气色,才是非常的显摆了,时尚的焦糖色个调,衬出好肤色, 营造出有假浪漫的氛围,在优雅中注入一丝浪漫妩媚,勾勒出窈窕的身子, 焦糖色微领毛衣,搭配流足人素,显得活力十足,让人更显白皙又精神, 是楚秋不可少的装扮,所以说,春衣塔佩,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, 切不可生搬硬套,不然也许别人的显摆宝典,待你这就变成变黑神器了。